第8節的主機點 好,在第8節當中,我們要針對2階的主機點進行實驗 包含第一個部分模擬的部分,跟第二個部分實驗的部分 這是我們在Simuling Command所拉置的方塊圖 首先假設第一個輸入訊號進來經過第一個轉移函數是s加1分之1 這是第一個轉移函數,它的輸出結果就是稱為c1 把它的輸出再接到第二個轉移函數,也是一樣s加1分之1 經過兩個相乘之後變成一個二階系統,輸出結果是所謂的ct 那把c1跟c的訊號兩個做相減,得到就是我們的誤差l訊號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系統進行模擬,去看它c,c1跟l的關係 所以一樣,把不接的輸入訊號,它的中指設為1 模擬參數,中指時間設為10秒,進行模擬 由這圖我們看到,有三條曲線發生 一個是c1,c1代表它是一階的模擬系統 ct呢,代表是二階的模擬系統的結果 那et呢,就是c1跟c之間相差的結果,稱為et 那在這個時間當中,因為c1的極點是在s加1分之1,它在s加1負1的位置 那c的極點呢,也是在負1跟負1的位置 所以它們極點非常靠近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誤差的訊號的成分相當於大 所以這個系統呢,它目前是沒有辦法做一階近似的 那如果把一個極點慢慢的向左邊拉出去 越拉越遠的時候,這個et就會越來越小 那這個二階系統就可以進製成一階系統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針對實驗的模組方塊進行實驗 它的系統模擬方塊圖如下 中間經過一個s分之1的轉移函數 經過單位負回收,變成s加1分之1 後面帶入一個s加at分之bt的方塊 輸入是一個布階訊號,得到我的輸出 那這是它的接線圖 輸入波形,先經過第一個s加1分之1 負回收 再連入第二個系統 s加at分之bt 實驗步驟 將cm10的控制方塊頻率設為0.1Hz 正伏是1伏特 同時呢,針對cm06-1的接角jumper設定如下 這時候呢,我們調整cm08的at跟bt的數值 分為10 第四步 將at、bt的值調為20 這代表了極點漸漸地向左邊偏移 因為第一個在第三次下面的極點分別是-1跟-10 再來第四次下面的是-1跟-20 在第五步的時候,把at跟bt的數值調為50 所以得到轉移凡數是s加1乘上s加50分之50 這代表 主極點在-1 次要極點在-50 在第六步 把極點設在s加1 跟s加100 所以主極點是-1 次要極點在s等於-100 最後 第七步 把at跟bt都設為1 所以得到了s加1乘上s加1分之1 這代表兩個極點都在-1的位置 我們可以記錄 cm01的VO的輸出 來盡情觀察它的波形 第一個波形 假設輸入是一個部階訊號 是黃色的曲線 輸出是s加1乘上s加10分之10 這是一個二階系統 它的主極點在-1的位置 次要極點在-10的位置 第二個系統 它的轉移函數是s加1乘上s加10分之20 相同的 主極點在-1的位置 次要極點在-20的位置 第三個結果 左圖輸入訊號是黃色曲線 輸出是藍色曲線 它的極點在-50跟-1的位置 一樣-1是主極點 -50是次要極點 第四個波形 是s加1乘上s加100分之100 所以它的主極點在-1的位置 次要極點在-100的位置 最後我們看到當我們輸入轉移函數是s加1乘到1加1分之1的時候得到的輸出波形 有這幾個圖形可以用來分析二階系統的主極點的特性 在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先針對系統的站態響應 進行分析 接下來呢 針對系統的零點的特性 零點呢 它會決定系統站態的影響 對穩態沒有影響 那接下來呢 我們分析系統的極點位置 去分析主極點跟次要極點的關係 可以從響應的驗證我們的理論基礎